好了,我们继续说大林木 这个大林木,我就是 冰火雷结,雷吉木,焦尾芹 断根草 听起来挺吓人 我们只能哭哭一笑 这个歌词有歌词的特点 野生的木桶 只有这样 结果 才能受用 或者早晚有这些栽 这些的特性 那么杨柳木呢 老盘根 浮风柳和大叶羊 一个羊一个柳 还有一个老树根 反正也是比较容易成活的 松柏木 叫老树藤了 这个活的时间很长啊 耐久 耐寒吗 一般的木它不行 它行 这个南宫木啊 搞不清楚 南宫这个词也是在古代 这个古风里面常见 过去的说法 过去的说法了 现在应该还都有这些木头 九曲藤 也搞不清楚 反正是一个九连十八环 就是到处 这个攀岩的一种植物 或者是植物的一部分 双松木 这个按道理更好成活 是一个基础 苦竹根 就一般的都是小的 山中藤 这个也都是 最容易成活的 丰柔絮 那个飘来飘去 十六木 这个鹰子木 有人也叫影子木 也不知道是什么 枯节 竹节 灵兰芝 这么一听啊 有的没法解释 对花草比较感兴趣 熟悉的可能更知道一些 茶都不好茶 这些字 网上没有 平地木 寸 断竹 茶树枝 桑树叶 这个不是桑树木里的 反而是这儿 也搞不清楚为什么 然后 天河水 里面 在银河 天河 天树 无根水 不知道从哪来 就有 九天水 形容 很高 空中湖 也都指天上 都是一种意象 具体的区别 我们也不在天上 在海里看能不能找到 大海水 说 海中鱼 海中石 把你具体 类向到海中的某个事物 海中木 这个就比较好理解 然后 长流水 水中 焦 这是一种 焦龙啊 水中冰 地下的冰 这个就很难去理解了 总之它温度很低 要注意这种命 缸中水 缸中水 那就鱼缸啊 现在我们想象的比较小 就是人工的 这种长流 循环的 大溪水 包括 湿压海 湖中水 又到了人间 雾气 一种笔相 可能这样更好形容 理解一些 五根水 这也有个五根水 当然跟这个肯定不是一样的了 景中泉 有熔中蛙 就好像是这个 泥挖沼泽里的这种 山间泉 这个就比较甘甜 那个 挖地的这个就 但是它到处都是啊 有的是质量高 质高 有的是亮足 景底水 这个我们家常日用 剑下水 有月泽水 月泽 不知道这个月之的是什么 可能 能够 这个跨越沼泽了 比较 也是能力强一点 多一点 阿山涉水 岸头冰 还有过溪水 下一节我们继续 把后两个说完 让我看了 我们下期赞 一会儿 我们下期赞 我们下期赞 我们下期赞